哈喽大家好 昨天呢 有一位粉丝啊 他呢 私认我说 说他想让我帮他去市场上 挑一辆本田的雅各 尽量呢 能是一个九代之后的啊 因为那车外观 确实是他个人非常的喜爱 也感觉呢 各方面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包括内饰啊 做工 那么我呢 今天去市面上转这么一走 发现有个车 车外算是可以 年限呢 也不长 只有五年的车停 隶属于九代半的了 已经是 我们也来看一看 五年车停的本田雅各 他在我这市场上售价 究竟如何 又或者说像这种车 车车卖他就又赔了多少钱 我们购买又值不值呢 下面咱们再看一看这辆 15年本田黑色的雅各吧 这辆本田雅各呢 就是我帮粉丝啊 来看到车呢 是个15年的 配置呢 是属于2015款2.4豪华版 新车指导价 在当年是高达2200 9800 这个价格呢 如今呢 最新款的本田雅各 油店混动版本的 都可以买得到了 可能呢 在大家眼中啊 二手车水啊 都是特别的深的 我个人感觉也的确如此 我从啊 普通的市场上啊 个人那里看了看 也感觉车况呢 不是特别的好 于是呢 就来看了看这辆 官方认证版本的 这也是塞店里面啊 推出来的一个车 根据塞店的休息人员说呢 说的车 全部都是啊 原版 只有两处烹火器 没有任何啊 板筋的痕迹 为此呢 为专门用轻微音进行的检测啊 还算是可以 的确是这个样 反正我呢 是感觉啊 如果大家买车 感觉不是特别放心的话啊 买二手车 可以去啊 这种官方认证的 看一看 人家起码地儿啊 的确是大 缺点呢 也是肯定有的 大家应该也很明白 官方认证呢 肯定要比 个人手里面的二手车 是贵出不少来的 至于这车 现在到底能卖多少钱 尾部呢 我会给大家揭晓答案 我呢 也相信啊 很多的朋友啊 都非常喜欢 这辆九代的雅各 他呢 是从14年时上呢 是一直出到了18年 最新款的雅各啊 都感觉啊 外观是有些太激进了 太过于年轻化 雅各呢 很多的事物人群 都已经岁数相对来说 大一些了 像那些成功人士呢 就求的是稳重 所以说 才使得 九代的雅各 在二手车市场上 那么的受欢迎 保质率呢 也是居高不下 2.4 自吸的发动机 最大马力呢 是186匹 0百加速 已经跑进10秒之内了 可能啊 在印象当中 20多万的车 跑进10秒之内 这难道不应该吗 是 的确是这样 但是对于日系车来说 能跑进10秒钟之内呢 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事了 像最新款的开美瑞 亚洲龙 他们呢 百公子加速 都在10秒钟开外 九代半的雅各呢 他的尾部造型 也是啊 非常的圆锐的 看上去呢 也是具有一种周庸感 但对于年轻人来说呢 可能就不是特别感兴趣了 下面呢 再来看看 这车全的内饰 内饰呢 只不过这个用调的确是稍微刺了一些 豪华版与舒适版本田的雅各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特有两块屏幕 其实用处呢 也不是多么的大 扣开空间还算是可以啊 所以其实不会有任何一推的感觉的 大家感觉这辆已经五年车年的本田雅各 它现在卖二十五还能值多少钱呢 总体来说呢 这辆本田雅各 车外算是比较不错的 具一这辆车为例 目前呢是五年的车停 2.4排量的雅各 在市场上售价 大概是在14万左右 从一个位置上 那感觉如何呢 下车什么车 也欢迎评论区里面留言 那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